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Jungle开发进阶课程的第14次课 首先我们来看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就是Jungle这个Json接口的一个开发 这一课我们主要这个要学习 使用这个Json的一个场景 然后Json的一个基本介绍 就是在这个Jungle model中使用这个Json 我们在开发网站的时候 有时候只需要更新这个数据给这个前端 而不是刷新整个页面 比如说我们的model的全部或者是部分数据返给前端 这个时候前端为了效率 往往使用这个AJX后端发送这个数据的时候 前后端就是协议 它采用这个Json的协议 就是说发送这个Json串给前端 当然前端也可以传递Json数据到这个web的后端 然后去做一些更新 或者是做一些增加这个model的一些操作 其实就是说这里边的使用场景 就是model和这个Json数据的一个转换 一个序列化与反序列化的一个使用 我们来看一个Json的一个基本介绍 Json它是一个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 就是GS对象的一个代表 它是一种轻量级的数据的交换格式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前后端的交互中 经常会涉及到一些协议 Json它是其中的一种 比如说还有这个XML的一个协议 还有这个二进制的一个协议 就是TLS 就是这样一种协议 然后Json是其中一个web开发中 经常使用的一种协议 然后它呢有个优点 就是异于我们的一个阅读和编写 同时也比较方便这个机器解析和生成 也就是序列化和反序列化 Json的格式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是一条Json的数据 它是一大括号里边 里边其实就是一个K K就是见值对 比如说这个result count 它的这个就是K 然后value就是3 然后这个result呢 它就是另外一个见值对 然后它里边是包含两个数据 是用一个中括号 然后去引起来 里边有两个大括号 是两组织 两组大括号就是两组织 然后我们在之后的开发中呢 往往是多组织 就是用一个中括号给引起来 里边包含这个多组的Json对 然后如何解决呢 怎么解决 我们就直接来看这个我们实际的这个项目 来看如何来设计和解决这个前后端 Json交互 然后接口一个设计的问题 我们打开我们的PYChamp 我们首先呢 然后想一下我们这个在我们的这个index里 这个HMR这个模板文件里面 我们建立了这个AJX的基本的这些模块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需要这个去添加一个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想获取 获取这个model model的数据 获取所有的这个poem的一个list 我们这个里边需要添加一些数据 比如说我们就随便的添加一些获取的一些模块 classclass continent 然后呢 里边去添加一些东西 就是这样一个声音 这一边呢 比如说就poems 然后这里边 比如说我们这里边就打印结果 比如说result result result 后一个button button button 他的class是 get more 然后显示呢 get more 或意思 然后我们来写这个 agx的get 什么写呢 看一下 然后获得这个button get 然后响应他的这个click的事件 然后响应他的这个click的事件 然后呢去发送 g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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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这个类型是 type 类型是这个get 然后呢 然后呢 网址呢是什么呢 我们就用agx more 然后数据类型呢 data type 当然就是json data 然后呢 data 就是获取的数据 然后我们去get 拉回来的数据呢 我们需要把它解析一下 然后把它解析 然后调用这个json 先把它变成这个字幕串 因为它是一个json的object 然后呢 再把它解析出来 json data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再调用这个json的派子 par rse json 然后呢 我们去便利它 bri json data 这个是我们固定的一个格式 然后我们获取它json data 我们可以把它给添加进去 然后呢 去open的 添加进去 item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poim 和这个poim 和这个poim 我们返回的这个author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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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把这两个字段给显示出来 ok 你看我们这个写完了 写完之后呢 我们需要去写这些 试图函数里边去处理 我们发现里边我们如果从前端 收到一个json数据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处理呢 大家先思考一下 poim 然后呢 我们这里边就是先写这个 试图的处理函数 比如说 more coims request 如果request is 以及ax 然后呢 我们就获取这个data data呢 肯定是一个字母块 然后我们就return gcp response data给返回回去 然后content type呢 是这个pll cltln 是json的 否则 炮出一个异常 ok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如何 查询到的所有的这个对象 给就是 其实就是一个model 也是一个python的一个对象 转化成这个json串呢 其实的话也比较简单 然后我们其实就要需要把它转化成 这种格式 这种 这种格式 比如说 转化成我们举个例子author 然后比如说是elen 是一个字母串 elen 然后呢 title 一 这种类似的这种格式 然后需要将它进行转化 我们转化呢 def get json objects 转化 传入一个objects 然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地方 还是要传入一个圆形 叫什么圆形呢 叫model model mentle 就是它的一个圆形 从因为我们从这个圆形里边 才能获取它的相关的一些数据 比如concretmodel等于这个mentle model 把它的这个geta 其实就是这个 比如说我们这个prem 这个concretemodel 其实把它的这些相关的model的基本信息给拿出来 然后呢我们返回的其实是一个list for object in objects 然后呢内部呢是一个dictionary 我们便利这个field feldconcretemodel mta 便利这个local feld 便利它的我们从这个原型元 这个model的原数字里边 把它的local fields给拿出来 就是把它所有的字段都给拿出来 当然它里边会包含一个这个id id我们是不需要的 如果它等于id 其实这个是这个是continue 这个字段 其实id它一定会返给我们 这个是jus 这个jus枪口内部使用的一个索引 然后我们是不需要这个字段的 然后所以说我们就不再处理 这个时候我们拿到这个field了 就是字段名 然后我们需要字段的值 然后就是value field value from object 从这个object里边 把它的值给拿出来 就是这个对应字段的值 然后我们这个就可以把它放到这个字典里边了 放字典里边呢 然后我们这个list的data open的 把它放进去 然后我们就拿到了整个这个objects的生成了一个listdata listdata之后呢 我们这个时候呢 需要将这个list转化成这个json串 然后呢 最后的这个data呢 然后我们就再定义一个函数吧 叫json 叫encode list 然后呢 传过去一个listdata 当然我们这个写一个json的格式 res 它的开始呢 一定是包含这个个中括号 然后我们去便利 foritem in listdata 然后json res 等于这个json res 加上一个 然后还要去 把每个字段进行encode 我们就再写一个 json encode field 然后呢 然后呢 对这个每个iter 我们就是每个字点进行一个编码 叫json encode dict dict data 我们这个地方 就需要便利 for kv in dict data items 然后呢 我们 这个地方要返回 这个dict的这个json值 dict data 说我们这个里边呢 肯定是一个用大货号 前后用大货号来扩起来的 然后这个jsondata呢 等于什么呢 他就等于每个字段的这个 每个字段对应在json里边怎样表示 我们还需要一个值 叫做 这个 get 叫做json json field 我们就叫json field 然后我们就叫field 然后如果它是一个就是两种特殊的一个就是它的字符块一个是不耳直的时候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调用json field 就是k 就是k 然后加上这个什么呢 后里边需要一个冒号 一个空格 加上json field v 然后一个d号 个空格 最后呢 我们需要把那个最后那个空格给干掉 后呢 就是 我的 截断 截断之后呢 最后还要加一个大括号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返回我们的json data了 然后呢 我们这个写完之后 我们这个地方 就可以写编码这个iterm iterm之后呢 还需要加一个逗号空格 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同样需要把最后的这个 空格 最后的这个逗号给干掉 然后for 加上 最后一个中括号 ok 我们这个encode list也写完了 再定义一下url 然后我们去调用get json objects ok 还有一个参数 这个圆形 有点问起get json objects 然后这个k应该是field name 然后呢 这个list data是应该在这个dictionary data 处理完之后 就是说在这个for循环后面去open的 然后呢 整个代码就没有问题了 get more poems ok 我们看到了 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个poem列表给拿出来了 我们就看到我们是如何把这个model的objects给转化成json串的 当然有的同学会问 如果我在客户端我就想 嗯 我想发送json数据过来 能不能处理呢 同样是可以处理的 这里边去添加一些元素 然后呢 它的class 这个地方呢 加一个label poems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这里边去加一个text 这里边它的class是这个text text 就叫are ok 然后给个id吧 id也叫这个text are 然后呢 我们指定它的raw 长一点 比如说指定为时 然后cause 比如说指定大一点 其实因为我们可能要加很多的这个数据 再来一个button button class tn add poem 后呢 显示 add poem 后 再添加这个 ex 这个呢 就叫add poem 获取它的点击事件 click cl ic k 后呢 写这个除以函数 to function 然后就是发送数据 类型 当然就是这个post txt url gax 就叫add 然后这个datatype 获取的这个datatype呢 这个时候叫做text 就行了 然后data呢就是传送的这个数据 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poem 这个要注意 我们从这个text里边去获取 text area 然后呢 把它的值给拿出来 succes c function 这个是处理返回的数据 然后我们就简单的把它给显示出来 然后知道我们去发送成功了 ok 然后我们就写这个是图函数 add request 然后呢我们这个地方 要判断一下 is gax and request 是这个post 你就把json的数据给取出来 jsonstr 然后是这个request post get 我们是这里是poems 从这个字段把json char给取出来 然后呢我们要返回的数据是什么呢 就是post access 就返回给前端的 让他知道 脱离成功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 呃 json 串 然后转化成这个 呃 这个object 就是这个poem的一个list 我们去怎么转化呢 我们这个地方先把它转化成一个list 就把这个自博串呢 然后转化成这个python的一个list 这个比较简单 我们导入ast 这个 然后转化成json list ast 叫 json st ok 然后foritem in json list 我们这个地方呢 我们知道它是poem的 然后我们就搞一个newobject 是poem for field initem 或者set set attr 设置它的这个newobject的属性的这个值 ok 给这个newobject的设置值 我们就把对应的数据给设置进去了 我们这个地方呢 我们先不急着这个去处理去保存 或者是怎么样去修改 我们先就是把它打印出来 回数据返回数据 h ttp response data content type 拨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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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数据直接给拨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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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拨� 数据给烤出来 我们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OK 我们看这个就出来了 我们可以烤进去运行是否成功 OK Pose a success 我们把它打印出来 我们就看到了 他把这些author 然后这个title 包括他的ID都打印出来了 是正常的 我们就看我们现在写的这个实例代码 就是把从这个model去转化成json串 然后从json串转化成我们的model 然后其实这个地方呢 这个new object是直接可以save的 就可以直接保存 或者是你增加其他的逻辑 或者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add 你还大家下去的时候 可以去增加一个modify去修改 你就是说放上一些json串 比如说你可以设计 是给一个poemID 然后去改他的poemauthor或者是title 这样就一个modify 就是这样modify的这样一个请求 这节课呢 我们就主要学习了 这个江沟中 这个json API的一种书写 大家下去的话 可以自己去做练习 这些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观看